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的总部便设立在瑞典 与海外品牌相比 瑞典电讯商获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品牌 虽然瑞典是爱立信的总部所在地 但近年来 在欧洲多国对是否将华为纳维本国5G建设的供应商摇摆不定时 瑞典是少有的持中立态度的国家 其主要电信服务商Teller R和Tree都将华为列为主要供应商之一 2019年12月 瑞典电信运营商三公司 还选择华为建设其位于斯德哥尔摩 恩斯克德区的首个公共5G网络 突然之间变脸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 北欧市场中关于华为的不良讨论甚嚣沉上 使得瑞典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随大流 将华为排除在本国的5G网络之外 二是 瑞典与美国的紧密贸易关系 使得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 数据显示 瑞典的外贸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其中 美国是其除欧盟国家外最重要的合作对象 占其出口数量的14%左右 10月20日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瑞典有些人炒作有关华为和中兴等中方企业的设备 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的论调 但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 多年来 华为和中兴等中方企业积极促进中瑞信息与通讯技术合作 为瑞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来也没有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有过什么威胁 我们坚决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排斥特定国家的特定企业 以莫须有罪名打压中方企业 人为阻隔合作 我们敦促瑞典政府遵循开放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重新审视相关决定 向中方企业提供开放 公正 公平 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以维护相互开放大局 瑞典排除华为 也需付出一些代价 瑞典新闻总会曾表示 瑞典虽然可以通过立法将和华为排除在本国5G市场之外 但却需要在建设成本上吃亏 华为集中心不能参与瑞典的5G建设 将造成该国市场的供不应求 届时 电信服务商的成本将增加 连带最终将提高消费者的费用 除了建设成本的提高 排除华为还将造成瑞典其他方面的损失 自2000年在瑞典成立第一个面向4.5G和5G的研发中心后 华为在瑞典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 是该国信息通讯行业TCT重要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与瑞典几大电信运营商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0年 根据瑞典媒体ETN报道 华为目前正在瑞典大规模布局光伏产业 还与该国许多光伏分销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可以说 华为对瑞典的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次将华为排除在该国5G建设外 很有可能会促使华为改变在瑞典的布局计划 届时将造成该国相关行业的经济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 英媒10月18日的消息称 对于欧洲国家排除华为的行为 一个代表欧洲新兴电信运营商的行业组织 欧洲竞争性电信协会表示 这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 电信运营商的选择减少 将使得欧洲5G设备的成本大大提高 从而限制电信行业的创新潜力 长此以往将对欧洲的电信行业造成严重影响 作为永久中立国 近些年来 瑞典对华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 官方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与瑞典的贸易额达到176.8亿美元 与2016年的124.56亿美元相比 增长了近42% 其中 2019年瑞典对华出口额为91.43亿美元 自中国进口额为85.38亿美元 可见中瑞两国的贸易相对比较平衡 今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冲击 中瑞的贸易总额虽然有所下滑 但是仍达到81.64亿美元 占该国上半年贸易总额逾10% 在该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而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二季度该国GDP环比已经萎缩了8.3% 在这个关键时刻 该国却加入美国的行动中 这是否能为该国经济复苏带来贡献 恐怕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据新华社援引额新社10月18日报道 由于新冠肺炎发病率上升 瑞典政府改变了防疫策略 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 瑞典在第一轮疫情时 并未大范围采取防疫限制措施 但如今被迫开始实施局部隔离 报道称 瑞典防疫新规19日生效 各地卫生机构建议民众 避免前往公共场所 并对公共交通实行限流 报道还称 瑞典全国确诊人数自9月起开始增长 这一事实表明瑞典政府实现群体免疫的希望落空 瑞典公共卫生局发布 10月17日到10月19日 累计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80例 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 10万6380例 累计死亡病例5922例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近日发布文章称 近来 瑞典新冠疫情出现明显反弹 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切勿放松防控 认真遵守瑞典政府和所在学校发布的防疫规定 随时关注我管发布的防疫提醒 不麻痹 不松懈 统筹安排好防疫和学业 实现平安留学 发生疑似症状及时处置 如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 或曾与确诊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 请切勿有侥幸心理 立即自我隔离 避免外出 早在二月份 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地投入到抗疫战斗中时 众多西方国家恶言相对 发布不符事实的辱华报道 瑞典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驻瑞典大使贵从友 曾针对瑞典媒体故意抹黑中国一事 对瑞典政府发出警告 并且表示 这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 斥责瑞典某些媒体的断章取义的做法 但没有想到的是 瑞典政府却理直气壮地表示 自己不会道歉 中国大使这样的警告 是在妨碍言论自由 要将中国大使贵从友驱逐出境 可没有想到的是 疫情的快速蔓延 瑞典的新冠病毒致死率高达10% 远远高于美国 面对疫情 瑞典选择另辟西境不封城 而是学习英国进行群体免疫 由于没有足够的核酸试剂盒 所以瑞典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能感染 这都是未知数 医疗物资的短缺让已经确诊的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这也是瑞典新冠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国内的困境让瑞典政府不得不求救 面向世界范围内征集支援物资 即使政府方面没有明确指示 但是民众已经开始按照中国抗疫的方案来防护了 当初信誓旦旦的拒绝道歉 本想独善其身 却没有想到如今自己也是困难重重 中国对塞尔维亚进行援助后 塞民众以及媒体都欢呼雀跃的传扬和报道 这也表明塞民众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然而瑞典突然跳出来指责塞尔维亚过于夸大中国的援助 而没有报道欧盟对其国家的援助 这让欧盟觉得很难看 该消息被发布到了网上 就连欧洲的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在疫情如此严重时 正需要各国之间的团结才能尽快战胜疫情 在瑞典的知名家具企业一家2017年的财报中 中国是其在全世界的第五大零售市场 也是在亚洲最大的市场 但这家公司竟然一直在其官网和官方材料里 把台湾以及香港与中国并列 自2018年以来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已发布多起公告 提醒在瑞典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最近几年 瑞典的暴力事件堪称频繁 2018年一年的时间里 发生了162级爆炸 2018年9月21日 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的一个栏目中 播放了一段长达一分半钟的辱华视频 视频里面的中国地图 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完整 其次 专门制作了一个 针对中国人的旅游注意事项短片 憋脚的中文配音 公然煽动反华情绪 最后 瑞典这部宣传片说 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 瑞典人可以对所有人采取平等权利的原则 但唯独不适用于给中国人 瑞典的这种无耻行为 永远刻在了瑞典辱华的记忆里 这辈子都不可能被抹去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